Hello 各位 大家好 這條影片跟大家講一下愛情這個話題 其實有些朋友有時都會去WhatsApp我 發訊息給我 說自己單身 在香港想找到一個 跟自己思想 價值觀 人生觀 世界觀 興趣愛好和性格方面 要合得來 真的是非常之難 說覺得很不開心 我跟那些朋友說我其實 不用不開心 這些事就隨緣了 緣份來到 擋都擋不住 你越去刻意想找一個這樣的女生 你就越找不到 世事一切都是這樣 我認為 你越去想得到一些東西你就越得不到 越去爭取就越爭取不到 越去渴望 很高的期望 你就只會越是失望 這個世界上冥冥中有些定律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有一個叫墨菲定律 也叫做你越不希望發生的東西 就越會發生 既然你明白了這個道理 這個定律 之後 大家可以 不需要因為一些 可能不太如意 信心的東西 而不開心 可以順其自然一點 大家 先說回這個問題 各位朋友 其實我想跟他們說 有時候 如果找不到 不如單身好過 特別在香港這個地方 先說說港女 我其實很中立 我不是站在男人或女人方面 我純粹是 我自己 抽身 大家當我是無性別者 我自己去看 我想說一下 很多港女 經常說 那些港男 現在喜歡一些大陸妹 喜歡一些台灣妹 甚至喜歡一些嫁妹 韓國妹 鬼妹 但是越來越 就不會選港女 做女朋友 或者希望發展一段戀情 其實我覺得 那些港女有沒有檢討過自己的問題呢? 首先 不要說樣子 或者身材的東西 這些很膚淺的東西 本身那些性格 艷沾腥悶 疤渣難服侍 還要有一種莫名的高傲和優越感 以為自己真的 叫做糟 即是覺得 哇 那些兒子要去 圍著她 七七一這樣轉 從來不懂得 會不會真正 去 很真心地對待 可能是香港的男生 或者對待別人 那些港女 就是有這個特質 以為自己 她就是以為自己很正 她真心以為自己很正 身邊那些兒子 近身都是謀她的身體 或者什麼 她又用這件事 做到最極致化 去收兵 收很多觀音兵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我又不去批評 或者什麼 我只是想說 就是 這些港女 或者香港這個社會 很可笑 整天的女兒 喜歡說 有些兒子 其實都很好笑 都會有說 這個死狗公 就騙虧吊 什麼什麼 很多 看了一些新聞 或者看到一些 群組Facebook 等等 九江 騙虧吊 其實 我那時候 不明白 為何會這麼不正確 香港這個社會 只會說 男人 騙虧吊 為何不會說 那些女兒 是 騙虧吊 騙虧吊 女兒都會騙虧吊 有時候 看到那個帥哥 或者看到那個有錢人 富熱袋 就騙人家的身 駕著一輛豪車 比較帥哥 就騙人家的狗插 就是 經常說 狗公 也有狗吊 我覺得 有些事情 兩邊相對 真是很希望 那些港女 真的不要以為自己很正 以為自己好像 就是 不要放到自己這麼高為止 放低一點點 為何 香港的男生會喜歡 寧願和大陸 或者台灣的女生 去 認識相處 因為起碼 老實說 大家可以去 做一個測試 你去到大陸 或者去到台灣 哪怕你在街上 想認識一個女生 搭散 你去問 去跟她 聊兩句 然後說 可不可以加微信 可不可以加你 LINE 可不可以加你IG FACEBOOK 基本上 七八成 只要你個人有些自信 和正正老老的樣子 不會太樣子 或太過 狗不搭白 整件事 那些女生都非常之願意 和開心 因為有個男生 這樣想去 主動認識她 猜起勇氣 會認識她 人家不會一來 想著你謀她 老實說 你肯定見到一個美女 或者俊男 你才會想去認識她 如果你見到她的樣子 你都覺得不順眼 那樣是壞的 你都不會想去認識她 人就是這麼現實 這麼看表面 這個沒辦法 人性就是這個樣貌協會 之後 她的性格內涵 修養 各方面 之後才會想去深入了解 開頭一定是第一步 人家很願意去認識她的朋友 人家覺得沒什麼 人家覺得正得意 想認識她 人家很開心 但如果在香港 嘗試做這些事情 人家的女生 真是神經病 人家是變態 人家想謀她的什麼 香港的女人 女生 劣根性這一點 從小到大 她們都會覺得自己 是霸叫幣 但是人家台灣 或者大陸 或者第一國家 歐洲更加不用說 歐美那些 人家 不要說人家什麼 或者其他人不說 人家至少不假裝 或者至少在表面上 她可以假裝到 假裝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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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裝到不假裝 那大家相處 都會覺得 聽到辦法 起碼加到聯絡 以後有機會出來 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吃飯 就算不行 人家不會什麼 最多 那件事 大家是很舒服 做到那件事 不要想想 後面 想和別人發展 談戀愛 拍拖 生兒育 這些很後話 只要你真心想去認識朋友 你對別人有好感 你覺得別人漂亮 你覺得別人有趣 你覺得別人有趣 就去認識別人 香港那些港男人 香港那些男人 香港那些男人 希望你們 都可以放開一些 可以 你想認識那個女生 你就去主動說 想認識別人 不需要去做那些什麼 PUA 什麼毒心術 什麼鬼王 什麼溝女術 這些情感導師 那些很多別稱 那些情感導師 人生 什麼什麼 不知道什麼 總之經常搞些人性心計 去玩弄 玩弄這些愛情 好像男女之間的博弈 是那些白癡 真是那些死毒傻 肥 毒 賊 矮 或者那些 就是那些 我不知道 都是那些劍盤戰士 那些年燈仔 先要給幾萬元去上課程 要教你怎樣去裝身 教你怎樣去溝女 要說什麼話語 用什麼的手段 套路 其實 這些人就是騙錢 你寧願給幾萬元 去被人欺騙 你們這些 不好意思 真是好 你都不找自己那幾萬元 去增值一下自己 去學一些東西 或者做運動 做運動 我覺得 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 為何這麼多人 重視自己 喜歡賣自己身 男也好 女也好 其實最主要是 因為看你的價值 有些人會覺得 那些人都很忽視我 輕視我 其實 就算我 我買車買虛仔 我都很明白 現在這個位置 很多人都當我 表面上跟我說 兄弟買車你行 好欣賞你 好什麼什麼 好支持你 但是呢 真是到你有事 或者真是別人 你叫別人 譬如說 來陪你慶祝生日 搞生日派對 別人坐著都傻嗎 別人 就是陪你女兒 或者什麼好過 很多人 很虛假 特別是香港的社會 很虛偽 很虛假 因為你的價值不夠高 因為我馬車仔 我的價值仍然是這樣的 很多人覺得 我就是一個 可能覺得我很好笑 一個白癡仔 一個小丑 甚至乎一堆屎 都不要緊 這些事情 我想得很清楚 我知道 看得很透 那些人無論怎樣去 攻擊我 傷害我 或者捧我 吹捧我 都不會驕傲自悶 也不會特別 很不開心 我希望大家都是 先說一下 人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價值 自己去身體 各方面的樣子 去增值 裝備自己 自己有些學識 自己要有自信 而不需要那些套路 去追求女兒 追求兒子 真是不知所謂的鬼王 這些垃圾 我覺得這個鬼王是垃圾 但願意給幾萬元上課堂的人 真是垃圾之中的垃圾 其實真的 自己有自信 在街上 我覺得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哇 你在街上 會認識別人 這個是很突然 亦都好像 很不正經 才會這樣 我覺得 如果你要拘禮 你要這樣去 框架 框住自己 我覺得 你可以 一輩子在家裡 打飛機 我覺得這是一個什麼世代 現在這個什麼時代 也不需要經常上那些社交軟件 那些什麼差事 那些要去 這邊 打飛機那邊 去認識別人 我覺得 你 因為有些人 那份職業 或者他什麼 他沒有辦法去認識到女生 或者認識到男生 他的圈子 就是這麼小 也都可能 沒有什麼特別的時間 要去報一些班活動 或者出來玩 那怎樣呢 我覺得 那就是最自然 最天然 你真的 有一天在街上 你動心的 你一見忠誠的 你就去 過去試一下 說 Hello 我可以跟你做個朋友嗎 因為第一眼見到你 覺得你 就很有趣 或者很想認識你 就是這樣 不行就沒關係 沒關係 沒有所謂 可以就不行 不行就不行 不需要覺得 吃檸檬 或者別人對你的態度 怎樣怎樣怎樣 哎呀 好噁啊 噁了 你願意去做這件事 或者你遵從自己的內心去 嘗試 或者爭取你想做的事 哪怕失敗了 不是噁 最噁的是你這個人 又這樣 又那樣 又怕壞 又怕噁 你越怕噁 你就越背噁 你越怕被人笑 你就越一輩子都被人笑 你放不開自己 就這麼說 其實這段影片 也不是鼓勵大家 去什麼 或要見到一個人 又說 想認識別人 要去 要這樣 不是這樣 我想說的事 你們不需要再歪曲我 我說的事 我純粹就是說 不需要去情感套路 去穿那些班 或者跟他們學這些事 很討厭、很討厭、很討厭 堂堂正正出來 平時珍惜自己 鍛鍊身體 學多些東西 弄一兩首情歌 唱給女生或男生聽 無論你這段影片在看我是男還是女 其實很多事很簡單 大家最重要是珍誠 交個心出來 你一定會感受到對方是否交個心給你 如果不是,那就浪費了 不在我面前裝什麼 無謂浪費時間 無謂做別人的觀音兵 做別人的後備輪胎 或者叫做金魚 不需要這樣 大家不需要去 每個人都不需要特意抬高自己 也不要貶低自己 或者覺得自卑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 自己的價值 自己的維持 找一個 在香港特別 你想找一個 有心度的女生 其實男生也是 你想找一個有心度 有思想 有哲學思想 或者叫做 可以很真誠的 心很好的 女生 亦都可以跟你聊 可以聊一些人生的事 思想的事 生死的事 哲學的事 或者什麼都好 音樂也好 體育也好 旅遊也好 都沒問題 但是 是比較少的 比較鄉的女生 就是喜歡說飲飲食食 或者 不要我經常說女生 男生都是 喜歡說那些飲飲食食 或者什麼潮流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沒有營養的東西 沒有營養的東西 或者叫做低俗的東西 都是一種東西 每個人都有自己興趣去說 或者喜歡的東西 都是 只不過我覺得 很多 現在的年輕人 型男索女 穿到幾鬼死潮 幾鬼型 弄到頭 弄到整件事 但是其實你們 除了這些衣服 或者回歸自然 你表面再光鮮再型 都沒用 你內心很空虛 很貧乏 你的心靈是很貧乏的 我認為 我們現在人 特別是現內的人 電子科技 越來越發達 進步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真的越來越少 每個人都是社交恐懼症 說句話 或者想做些事情都不行 那你搞一條春呢 我覺得 大家真的不要再去依賴電子產品 我真的很反感 電子產品 除了我平時在拍片 因為這件事之外 基本上我都很討厭電子產品 自己懂得走位 老實說 有時就是 沒錯 每一件事都是 該盡時 盡該退時 要做到收房治癒 無論在 你的人生 做人處事各方面 這條片 不好意思 有時自己口水多過茶 當我廢話也好 不要緊 我純粹是喜歡 有時心裏的事 跟大家去聊一下 分享一下 我亦都說這麼多 亦都沒有說什麼 不是為了什麼 純粹是希望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就是 都是那一句 與其強行要找一個伴侶 不如自己單身好過 自己一個人其實都可以很好 自己可以去想做自己的事 聽聽歌也好 自己去逛海邊也行 不一定要找另一半 或者要找一班朋友 在這裏 才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自己一個人 多些去思考 磨磨人性 去想想很多事情 因為我覺得現代 特別是香港人 最缺乏就是那種獨立的思考能力 喜歡 可能很簡單接觸到資訊 聽到是什麼 或者看了新聞就是這樣 但是沒有去深入 自己去想多一些 一定要自己去思考 不斷每一天 不斷無事無刻 對每一個人 或者每一件事 都要去思考 我也是希望大家去多一些思考 無論你 你思考得出來 你有自己結論 你覺得你喜歡我 你喜歡我的 或者你根本覺得我在這裏 廢話 你覺得DISNINE 我也可以 我不要緊 人走得出來 遇到有人不喜歡 有人不喜歡 或者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你 所以 希望大家多一些去思考 亦都叫做多一些去想想人生 想想哲學這些東西 我覺得 不要經常花時間在那些 飲飲食食 潮流電子東西 什麼手機啊 那些 所以 很希望香港那些 其實港男港女 我想給那些人的定義 不是所有香港的男生 或者香港的女生 是定義那些 港女生那些 以為自己很棒 很厲害 其實真的很噁心 港男生想指定義那些 沒有勇氣去追求自己心儀對象那些 然後又要去偏門左道 去學那些PUA那些 這條片想說的是主要核心 就是這樣 也是那一次 每個人 必須自己提升自己的價值 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去強求 多些去思考 一定有一天 中一天會找到一個 跟你去合作的 能夠真是去深度 去思想上靈魂上交流的 另一半 祝大家 都能夠每天都 幸福快樂 多謝 多謝